你还在围查不到 这些6个腿或者5个腿的 DX的电源转化芯片 它的型号怎么查 输出电压 应该怎么测 只能在了解这些基础信息之后 你才能通过电压测量来判定它是否损坏 这种芯片它是出现在不同的板子上的 你比方说我们的家用电器上边 或者是工业电器的板子上边 音量电器的主板上边 还有汽车电脑板上面 都有可能出现 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个5个腿的芯片做一个讲解 首先看一下它的适应 DK-06L 这个是它的适应 并不是它的型号 所以我们要是把适应当着型号来查 是查不出结果的 比如我们打开半导小心 输入DK-06 搜索只有一个结果 我们点开看一下 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就算我们真宽它的搜索范围 直接输入DK 这次有50个结果 我们看一下 也仍然没有我们想要的 随便点开一个看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一个适应反查手册 需要把这个芯片的型号找出来 我们点击查找 为了真宽搜索范围 仍然输入DK 点击下一个 这时候可以看出弹出来是AADK 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 继续翻找下一个 好的 当找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DK-什么 这里就是我们想要的型号了 这边是施印 这边就是它对应的型号 那么这里这么多 到底哪个是我们想要的呢 我们看一下后边的封装形式 我们需要找的是五条腿的 SOT-23封装形式的 所以只能是这个 那么它的型号已经出来了 RT9193-30PB 接下来我们再次通过这个9193来进行查询 应该可以找到了 我们输入这个型号 好的 这样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再次点开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详细信息了 可以看到数字后边的后缀 表示是它的输出电压 这边是它一个功能图 一脚是它的电影输入端 三脚是死能端 五脚是它的输出端 好的 通过刚才的查找 我们也就知道它的引脚定义了 接下来我们做个实测 上电输入端一脚4.8 三脚死能端也是4.8 五脚输出三伏稳定正常 这样我们就确定了 这个是三伏的一个DX转换芯片 而且它是一个正常的 比如接下来我们再次看一下 这个它的脚未定应该一样 我们直接先测它的五脚电压 2.5V 那到底正不正常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适应 DH-M6C和刚才一样 我们输入DH直接查找 好的 已经找到这里DH-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找的了 下边不是了 然后这里有四个 四个我们看一下 只有这个是我们需要找的五脚腿的 SOT-23封装形式的 所以它也是RT9193 但是这是-25 刚才是-30就是3.0V输出 这个是-25那就是2.5V输出 所以它的输出我们实测正常 脚未定义和刚才的这个一样 好的 当然其他芯片的型号 以及它的脚未定义 都适应这种方法可以查的 最后有需要零基础 开始学习电子技术了 主要在小房车有全套的教学课程 感谢大家收看